再来看到东京都内三大烟火大会之一的 明智神功外院烟火大会 受到疫情理想的关系 相隔三年多再次举办了 一万两千发的烟火点亮夜空 也吸引了大批的民众涌入 有许多女性穿上了美丽的浴衣 特别有夏日的气氛 虽然当晚下着雨 但交不及大家的热情 直说即便是透过大楼反射观想烟火 也是别有一番乐趣 灿烂烟火在夜空中绽放 总计一万两千发 丰富颜色变换 点亮夏季夜空 这是东京市中心疫情发生后 稍见的热闹景象 二十号晚间 东京明智神功外院烟火大会 相隔三年登场 吸引大批人潮 光是排队入场 就要等上许多时间 防疫规定让民众闷坏了 趁着烟火大会出来透透气 人潮涌现 现场摊商笑呵呵 许多人穿上美丽浴衣 充满夏日气氛 也有人特别从外地来参加 不过和往年不同 今年必须买票前能入场 虽然下起大雨 仍交不习场外民众 找个好地点 观赏烟火的热情 人潮同时移动相当壮观 有人幸运站到好位置 观赏迅烂烟火 但也有人在附近绕了三十分钟 最后意外透过大楼反射看到 来自北海道的他们 也不禁自嘲 这可能是大都会才有的乐趣 顺目便宜